好 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测一个游戏 刚买的叫仙祖 好了 咱们现在进入游戏 进入游戏之前咱们看一下设置 这是全屏 然后这个看 高级设置看一下 都是中 中画质 其实同步是开的 哦 质量的话 调高吧 好吧 再看一下帧数 中画质能维持在 四五十帧左右 高画质的话 应该也在四十帧左右 因为它这刚进去看 它这个颜色比较暗 所以说 大家能尽就看吧 这个是我们的同伴 可能它这有个指引就是 运动机能 这个也等于是个探索游戏吧 好像周围的都挺危险的 就让你一步一步的进化 因为今天刚买的 所以说才在摸索当中 有一些游戏技能什么的 不是很理解 嗯 现在是高画质的话 能维持在 四五十帧左右吧 轻触 它可以帮助你找到 成员 这个就知道了 合身都是危险 全部在 全部就是 在原始森林里面 你到处都是危险 然后你要一步一步的进化 周围还有会有猛兽什么的 现在 我是 等于是一个小 一个 婴幼儿吧 什么都 都害怕 包括 毒蛇呀什么的都会 都会很害怕 他现在让我们找一个部落 我也没弄清楚 然后就一步就走了 反正这个游戏就是 挺危险的 你如果说余线 怪兽的话就是挺 挺危险的 这好像遇见了东西了 毒蛇呀啥的 毒蛇呀啥的 都挺 难受的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玩什么游戏 我感觉这个游戏 探索了 有探索欲的人玩这个还挺好的 上树吧 这个机子怎么说吧 看就是 现在 我感觉它这个高画质的话 有时候 伸数可能 不是很稳定 但是 比 比其他机子应该能强很多吧 其他机子 我估计也连高画质 连三十年都达不到 成长中的神经元智力 你以 识别的任何东西的位置 都被记住了 好爱在摸索当中啊 玩这个游戏 去吧 去这个 就怕遇见什么剑吃虎呀那些的 就 就很难受了 我刚才是接 刚才 刚才是接1080P 玩中画质 也能达到 40帧左右 450帧左右 现在是 高画质的话 比较复杂的场景也就30多帧吧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